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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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有什么用 如果不是他 我怎么可以帮你们 朱家三年抱三只猪给你 唉 最值得的就是你 我们回来了 快点放下外套 洗手之后过来帮忙 哇 好大棵圣诞树 哇 好大份礼物在树下 二猪Chris 小猪Edward 虽然你们是孖山兄弟姐 都不用一起说话 啊 都是大猪Kyle 乖 已经开始帮忙了 唉呀 二猪小猪 不要拆礼物啊 是啊 拆礼物呢 一定要等到boxing day 才合规矩的嘛 那啊 想要礼物就问你们爹地啦 爹地爹地 礼物啦 好啦 一早知道你们啦 大家看看啦 嘩 三位勇士 智藏兵之国 是2014年全年最畅销 兒童科幻小说 作者是哈里尼波波特 而且是圣诞节limited edition 加上有3D插图 嘩 大猪Kyle 你又那么清楚 唉 份课是这样写我只要读 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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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就 op 入正题啊 讓我讨给大家介紹这个故事 就開始啦 在啊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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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速指的 快晨 老闆 어떠独 душ的 接着 快晨 akt 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世界分為兩大地形 在北面有一個冰之國 掌管世界的氣候 而南方地之綠 掌管世界的生態 在幾千年來 大家都相處得相安無事 誰知道 冰之國突然出現了 兩大勢力的爭鬥 而令到冰之國開始溶解 對世界上生存緊的生物受到威脅 所以在地之綠就出現了三位勇士 分別為勝利、友誼和努力 他們誓要自創冰之國 將惡勢力逐一打敗 令全世界會發窩拼拼 那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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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拆牙洗臉和睡覺 想知道故事的發展 當然是聽下星期才知道 下次再告訴你 老婆睡覺 我們要睡覺了 哇 你怎麼會睡覺 真是聖豬 果然是聖豬的後人 當晚大家睡到很晚的時候 大豬卡爾突然叫醒 二豬和細豬 開始商討他們的 大雞 二豬細豬留意 我們沒理由要等到明天或下星期才知道故事的發展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知道 是啊是啊 只要我們三兄弟合力一致 就算給爹地媽媽發言都沒問題 不是的 合作的力量是最大的 只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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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知道答案 快點啦 小聲一點 本書在聖誕樹下面 快點打開 不要撞棵聖誕樹 上面粒願望星 是媽媽的家傳之寶 媽媽說 只要跟月望星 誠心許願三次 就成真的啦 Come on Just a decoration 不要管啦 快點啦 一齊看完結尾 嘩 原來是這樣 他們打敗魔王 我很想做勇士 原來冰之國有這麼特別的勇士 我也很想做勇士 我想去冰之國 見到冰之女神 我很想做勇士 我很想做勇士 為什麼 為什麼這本書會發光 哥哥 看看 聖誕樹上面的願望星 都在發光 為什麼 為什麼 Tell me why 四周的物件 都被本書吸進去 大家留意一下 不是四周的物件 是連我們都吸進去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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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中文電台 How are you 聖誕節廣播劇 三隻豬仔闖冰國 上集 聲音飾演 Kyle飾演 大豬 Chris飾演 二豬 Edward飾演 細豬 Nason飾演 龐伯 靖兒姐姐飾演 媽咪 滴滴哥哥 飾演 Daddy 故事 錄音 混音 後期製作 滴滴哥哥 一片鋪著白雪的冬天 雖然寒冷 但充滿熱誠 滿在夢想的小朋友 能夠將冰冷 變為溫暖 在下星期 我們再一起追著三隻豬仔 勇闖冰之國的故事 我是多樂菲 祝大家有個暖在心頭的聖誕節 下星期再見 我種下一顆種子 終於將出了故事 終於將出了故事 今天是個回答日子 把我一切都獻給你 只要你歡喜 你要我 每個明天 都變得有意義 神秘歲段 愛你永遠 不離不棄 你是我的小羊小蘋果 怎麼愛你都不嫌多 紅紅的笑臉 輪暖我心窝 原諒我生命的火 你是我的小羊小蘋果 就像天邊最美的蘋果 春天又來了 花開滿山坡 種下希望 就會有收穫 你是我的小羊小蘋果 怎麼愛你都不嫌多 紅紅的笑臉 輪暖我心窝 原諒我生命的火 你是我的小羊小蘋果 就像天邊最美的蘋果 春天又來了 花開滿山坡 種下希望 就會收穫 小羊小蘋果 小�ue 什麼都不嫌多 小芽 小芽 除麻 小芽 不是說 我心窝 沒有成功 我心窝